連台南也出現大祕寶 這是什麼事情 這個是現在時代力量陳佳華他說 當地的里長來跟他爆料 講什麼 講說在雪甲這邊花了400多萬 說要做一個壘球場 但現在就好像新竹棒球場的翻版 為什麼說是翻版 原因是因為他們竟然在錶層3公分裡頭 就可以挖到碎玻璃 碗 碗 碎片等等 甚至當地人還在講 不但很簡單挖到多玻璃 而且這裡頭挖出來的廢棄物 重新署的含量還超標 所以等於是什麼 他們很擔心這是有毒的焚化爐底紮 而且當地人說在108年的時候 台南市環保局是用整地富裕 為名來花了400多萬元 說要在雪甲垃圾埋場上面 蓋一個壘球場 但這個壘球場現在根本沒有辦法用 每一年還得花30萬元來維護 那你會問 20108年 2019年來做的 那到底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案子 好結果後來發現是2016年 幾年前說有地方人士跟在地議員請託 才開始要來編這個預算 把它變成球場 現在台南市他們強調沒有步伐 一切都是按規定辦理 但是上個星期他們教育局 去現場勘查的時候也認定 說這個球場規格是不合標準 那所以現在按時序來看 不就是賴清德市長核准 黃偉哲市長在執行 那現在執行出這麼樣一個壘球場 難道真的沒有問題嗎 好另一件事情也是大家講 台南的公共工程 其實也真的是蠻多有問題的 而且在誰的任內 來帶您看到的是 台南十億的港尾鉤熙 好當時是在賴清德任內 完工19天 結果後來雨下大之後 馬上崩了50公尺 還有什麼 還有當時在這個201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賴清德不是說嗎 30年淹水我花三年治好三爺熙 結果雨下不也淹了嗎 那個時候賴清德 2019年的時候他是怎麼講的 他說如果24小時下大概600毫米 台灣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城市不淹水 批評的人叫他去當上帝 甚至王定宇還說什麼 是因為治水預算不如北部 可是被人家發現 從扁馬菜這幾任下來 你們治水預算全台之冠 到底是要跟人家說什麼 台南市的公共建設出了什麼事情 難不成真的也有大祕報 好另一件事情則是 在台南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他說指控有一個律師幫 當白手套被替黃偉 替黃偉澤所貴千萬 這個律師當時對謝榮介來 求告求償300萬 現在是被判敗訴 雖然權案還可再上訴 可問題是法官認為 謝榮介是針對黃偉澤有沒有違法 可受公平之事來提出質疑評論 現在不就變成又是一個法院認證嗎 還有的是講到法院認證 現在這件事情必須好好查 為什麼 因為台南市府的這些前官員們 會被發現怎麼好像有一點同質性很高 比如說最新這是前金發局長陳凱琳 先前被發現牛皮紙袋裡面有錢 對不對 現在說這整件事情 因為他的太太跟他證詞不一樣 所以必須要延壓兩個月 而另一件事情則是 如果你看陳凱琳 他當時被披露的案件內容 涉嫌接受性招待 涉嫌收貴 有沒有突然發現 跟這一位也蠻像的 陳中諺 同樣是前台南市官員 也被涉嫌接受性招待 這麼樣一件事情 難不成真的在社會上 是我們社會上看不夠多 我們涉事衛生嗎 不是不是 王世堅怎麼說 他說社會上大家在請客 哪有人在請性招待的 只有兩個 一個不合法的官說 還有特種行業才會這樣 那這件事情除了說 是不是有接受性招待之外 更重要的是 到底有沒有涉及 違法不法官說對價關係 目前說檢調高層 他們都嚇到了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他們第一說內部沒有想到 裡面的這些相關的文件會外流 第二件事情 資深檢掛官爆料 即便檢方牽結 其實可能只是暫時不辦了 但是有了新市政之後 其實可以再起爐灶 不會是死案 你可以說他是冷案 但不會是死案 好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來查 裡面到底有什麼樣的步伐 而這簡正事情 民進黨怎麼看 有人問到他是目前的高雄市議員 陳志忠的回應是 同仁都該用最高標準自我要求 網友就酸說 好歹志忠當時是實用者付費 好可問題是回過頭來 不管是怎麼樣 這件事情對於民眾而言 就是涉及不法就該辦 為什麼會不辦 必須辦 好可是民進黨的說法是沒有 是你們用太奇怪的標準 在看待這些事情 這個是台南市府的前官員 出來反控 說你們一直講說什麼 鬥哥、陳金跟陳宗彥 跟誰站在一起 怎麼樣 一起拍照就要被污名化嗎 現在拿出論測意 拿出這麼一張照片 說你謝龍介2019年 也跟他站在一起 那這樣是怎樣 同樣的標準他也算嗎 徐曉星反駁了 他說什麼 他說誰性招待 誰貪污 誰負責 這個邏輯很難懂嗎 目前其實民進黨 他們黨內 大家一直在說 這整件事情爆料 有各式各樣的那種陰謀論 壘球場你說大祕寶 我倒認為還不至於 因為檢疫壘球場 就是很多民意代表 會去爭取運動場所 所以400萬跟12億 當然是不能對比 可是如果400萬你做到說在3公分裡面的紅頭 就有玻璃有碎石 這當然要查 因為一般民意代表都會爭取說 我這個區域運動人口 然後我要用一個檢疫球場 這算是檢疫球場 那檢疫球場當然不管是檢疫球場也好 問題是如果你是離馬換太豬了 你表明是檢疫球場 可是你是把廢棄物填在本來的地方 萬一本來又有土方 把好的圖移除 把廢棄物埋下去 然後最後再鋪一個表層的圖 那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要查是查的 那里長因為要舉報 他一定會有證據 大概會有聽到什麼 然後土壤的溶出又有重金屬含量 那這個 而且這個單位又是環保局 哇 他們在檢疫 所以環保局你編了這個預算 你做這個球場 那現在溶出有問題 當然你要對社會說清楚講明白 這個跟球場三百萬四百萬就無色了 這就是你是不是工程有照起工 現在來談這個鬥哥 所謂鬥哥 好 來說這個是不是 你跟班 這個2019年 我2月17號我在造勢的時候 就是三個人 新北市 侯友宜 盧秀燕 韓國瑜 一起來幫我助講 那一天大概現場有一兩萬個 他怎麼會跟我同台 你有看到哪個時候我跟他同台 我不要說同台或是同框 那我們在造勢有一兩萬人 誰來的我們不知道 而且他是陸戰隊 我是陸戰隊 我跟你講 陳忠燕也是陸戰隊 那我們每一次選舉 陸戰隊的學長學弟都會來幫我們站台 大家會覺得 陳忠燕選舉的時候他們也會去 可是誰是誰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陸戰隊的 台南市退伍軍人協會的理事長 那他是雲佳南 雲佳南又有一個陸戰隊的 我們各縣市都有 那這個往來 現在是藝文裡面看到陳忠燕的問題 你這個局長 你要PO 你要微微就躁 那我就讓你救個狗 陳忠燕你喝咖啡又叫雞 我在那選舉 屁屁串 你現在說這個跟我一樣 他替我助旋 還替我站台 他來都是陸戰隊他跟著來 如果那天他帶了很多公主來 那可能就會散板面 那不是來站台 是來坐台 對不對 搞清楚 你張揮打月揮 你現在用這樣下去 整個陳忠燕 那我現在再告訴你們 你就派文了 中安在算你派文了 他要把你救嘛 當年賴清德2010當選的時候 大家當天就去慶祝了 那慶祝的時候第一拖在哪裡 你們第二拖才到天上人間 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卡到信親 本來要外派那個肉品工會了 那後來卡到信親 就沒有派成 可是賴清德叫你們來訓斥 我們今天質疑是這樣 你這過程因為 那個時候從還沒就任 到就任是官員的時候 一直到後面 這個就會牽扯到 所謂貪忽自罪條例 這就不是單純的招計 這個就是有對價問題 所以那個過程 清德兄你為何要訓斥 你到底是知不知道 有沒有叫咖啡的事 如果你知道你還把他帶到中央來 這你就不要問什麼人 你把登大衛的機會 寄託在別人的手上 所以今天你就要全盤去承受 那你要微微就照來 如果各位 我今天剛好在這個節目 那也剛好媒體來問 他們po這個照片 如果所有的通聯 或是以王先生的手機裡面 有一通跟我的通聯 我有通聯到 我現在沒什麼人又死了 我就退出政壇 對不對 不要說去叫雞喝咖啡 不用說那 今天也不是這個問題 為什麼陳志忠敢出來講 陳志忠他是花錢的 他沒有去概念 沒有去觀賞勾結 那是私德問題 但今天不是 有請託事件 對不對 你是請託事件 如果他跟我有熟 按照道理講 這個事情應該請偷民意代表 怎麼會請偷官員 民意代表可以去關收 不是嗎 所以為何他們不會來請偷我 對不對 我就沒有在批評 這個有貪污的 說我壞頂有 如果有 好疼財 拉青甸跟黃偉哲 早就給我放上去滴湯了 還可以讓我在這裡 所以整個事情就是說 他是賴清德最信任的人 可是我很清楚的當年提到 賴清德有訓斥 就整個叫來訓斥 那訓斥就表示你已經知道了 所以你訓斥他們下不為例 可是你知不知道有這個內容 如果有 那今天所有的後遺症 都是清德兄你要承受的